中国是被拣选的,是神的国度 个案自己的问题已经在上一次催眠时都解答了 所以这次碰在一起,只是为了探索我们两个关心的问题 在回溯了几个场景后,我问 Gaia计划进行到哪里了?接下来会怎么样? 答,什么Gaia计划? 问,好像就是高维度对地球的计划吧? 我不知道,我以为你清楚 答,很多灵修的人都会知道地球要提升,要提高频率 会有各种的计划呀,或者很多安排 不同层次的生灵们,看的角度、维度也是不一样的 他们也会用人类的各种名词去描述 有时候你们人类会自我遐想到了哪一步 一切都是机缘和缘分的结合 地球的能量会提升的 但是到了哪一步是动态的平衡和判断之中的 并不是说很呆板的按照节奏或者时间过来 不要执着于这里 一切都处于动态的平衡之中 问,请问到底有多少个源头? 最高的那个是不是叫本源? 答,是有这个本源的 问,听说有一个总源头,然后分化出很多小源头 每个小源头再分化出不同的宇宙,是这样吗? 答,对,这是正确的 一个总源头,我们刚才给更然看到的这个宇宙之眼 就是这个意识的本源 其实很多灵魂说到底,都是从其中散发出来的 从里面出来的,一个一个慢慢分化下来 我问,是一层一层的分化下来吗? 答,是的 我问,那混沌又是什么? 答,混沌是所有的灵魂 或者灵体回归到本源的那种最原始的状态 也可以说是宇宙开始的状态 问,那是不是也是本源的状态? 对,本源的状态是许多灵魂和高级的灵体可以融为一体 但宇宙本来是一个点或一个圆的具体载体的状态 这些灵魂或灵体不断地向外界扩散 去创业,去发挥,去建功立业 建功立业的过程就是宇宙的开始 问,他们带着本源不是很幸福吗? 那干嘛还要出去? 灵魂去建功立业的目的是什么? 答,宇宙也是一个自我意识 它需要去创造,需要去体验的 问,体验就是一个周而复始的过程吗? 答,刚开始是一个小的圆聚集在一起 然后整个扩散开了 我给个案显示的每个时空都有一个膜 我问,每个时空层都有一个膜? 答,是的 穿入其中是通过黑洞或白洞 它是一个空间 然后扩散开了,是一个开始 扩散到结束又慢慢地回笼 这是宇宙的一个周期 我们宇宙在第四周期 它都有一个收缩和扩张的过程 这是第四个周期 我们这些高级的灵魂来到这个空间层 进行一个演化 提高生命的能量 最终都要回归本源 我们所说的宇宙之眼当中去 当然,回归的过程是非常艰难的 因为有各种各样的屏障 就连这个人体也会设置屏障 当你的本我生命在海底轮向上冲的时候 也会经历一些屏障 会消耗一些能量 但还是要回归本源的 当所有的这些灵魂回归到本源的时候 宇宙就又会有一个新的开始 我问,浙江的龙游石窟是怎么回事? 答,你们地球上有很多的遗迹 遗留下来了很多信息 大多都是很久远时期留下的 这个龙游石窟是利姆里亚时代留下的 有很多万年了 我问,那时这个地方是做什么用的? 答,那时地球上的很多东西 可能还不够完善或者发达 浙江和杭州是非常殊胜的地方 当时是很多高级的神轮回转世的地方 现在也是 你说的那个地方在当时相当于游乐场一样 问,那个时候的人是不是很高大 因为那个石窟非常非常的高 答,那时的人确实是非常高的 人这个载体需要不断丰富 不断去实验 后来很多的人发现载体太高了 不方便行动 会带来很多行动上的不便 有时载体又太小,太矮了 你们现在这个人的载体刚刚好 问,利姆里亚时代的人有五六米高吗? 答,是的,有五六米高 所以说,为什么有的可以骑着恐龙 这些载体是负载高级灵魂的 是可以经过一些改造和进化的 所以目前来说 这个人体的载体是最完美的 问,我们现在这个人类的载体 比以前所有时期和种类的人体都要完美吗? 比利姆里亚时代都要完美吗? 答,是的,你们要珍惜这个人体 其实外星人都是非常羡慕你们的 问,你是说所有的外星人都羡慕我们这个人体吗? 答,基本上是的 问,我们地球上的人类载体 比外星人的载体都要更加完美吗? 答,是的,尤其是黄总人更是如此 中国人其实和北斗七星和北极星 有着很深的联系 他们很多都是在上面轮回转世过 然后又来到地球 所以中国历史上一直有崇拜北斗和北极星的传统 确实有很多神仙就生活在上面 你们要特别重视你们的这个人体 这身体更深入下去是层层叠叠的 有很多层次 非常有内涵 而且我想告诉你 不同人种的人体 内涵也是不一样的 那区别于层次 问,我们黄总人有七个层次还是多少? 答,无穷无尽 深入下去就会发现 你们还有一层,一层,又一层 你们的思维是无法理解的 所以为什么黄总人 大部分中国人灵性是非常发达的 因为身体的层次非常深 灵性也非常高 能沟通灵界这个宇宙 问,地球上那么多的人种里面 黄总人的灵性是最高的? 这也是为什么他们要扰乱我们 或者封锁我们的原因吗? 答,是的 对中国的封锁是很深的 问,是谁在封锁? 封锁的目的是什么? 答,这个地球有很多个势力 不让你灵性有发展 其实,在越上面的空间 能量是非常积极正面的 越到下面,越负面消极 地球刚好处于中间的这个层次 这个时度,这个时空维度 所以正面能量,负面能量都是存在的 而且负面能量会诱惑这些载体 去做一些不好的事 所以很多中国人迷得很深 他们深入物质世界 会不相信神灵的存在 但还是有非常多的高级灵魂 他们是非常相信的 这也是中国复杂之处 中国是一个修炼非常好的场所 也是最容易迷失的一个地方 你可以说很险恶 也可以说很干净,很纯净 悬殊差别非常大 问,灵性高的非常高 灵性低的又特别低 不像国外这样平均是吗? 答,对的 问,这个封锁是对整个地球人类呢? 还是专门针对中国的封锁? 答,对地球人类都有封锁 但是对中国的封锁更加厉害 问,他们害怕什么呢? 答,那些负面能量 肯定不希望我们这些 比较高级的灵魂积聚能量 然后提高到更高的维度 所以他们会诱导比较低的外星人 或者说这些载体 用各种手段进行封锁 或者阻止灵性的发展 对中国人的残害是非常深重的 中国是非常复杂的 高层灵魂有很多 那些邪恶的也在其中 各种力量在胶着着 问,中国的高级灵魂数量 比别的国家要多? 答,是的,因为更高级 问,俄罗斯的火星男孩布里斯卡 他说是追随一个指导灵 才降生在地球上的 答,是的,我刚才也讲了 很多地球上的灵魂 是火星上转来的 问,他说有一个指导灵 降生在中国对吗? 答,对的,他有前世的记忆 印记,很多很多高级的灵魂 都转世在了中国 中国是神的国度 这是真实的 问,为什么说中国是神的国度 指的是过去现在未来一直都是呢? 还是指将来是神的国度? 答,一直都是的 一直都是的 问,就是说那些高级的灵魂 投生在中国的比例 要比投生在别的国家要多得多吗? 答,是的,但中国的情况非常之复杂 问,为什么中国那么受眷顾 那么多高级灵魂都投生在中国? 中国有什么特殊之处吗? 因为中国以后要成为世界的领袖吗? 答,不能这样讲 众神为什么选在中国这个地方传下这些文化? 一直以来,中国文化渊源流长 即使遭到各种侵略 各种灾难 遭到各种异族的统治 还是不间断地传承下来呢 其他的如苏美尔文明 印度还有巴比伦文明 都已经消亡掉了 但是中国文化一直传承下来 也是众神在保护着 这个地方用你们的话说就是 水很深,很复杂 各种势力都有 中国也是地球提升维度关键的地方 问,对于地球从第三维度提升到第五维度 中国起着一个很大的作用吗? 答,起着很关键的作用 是地球提升维度的关键的地方 所以神和那些高级的灵魂 在那些最复杂的地方 却帮助人们觉醒觉悟了 那其他地方就更是如此了 问,我催到好几个人 是观世音菩萨在地球上的风声 观音菩萨的风声 在中国比在别的国家的密度要高吗? 答,是的 因为中国是最复杂的 问,今天的催眠 我可以有选择地分享吗? 答,去分享吧 其实需要很多人 把一些积极正面的能量分享出去 这种信息会对看到的人的行为 有所影响或有所震动 至少让他们开始去关注 去求索 这是有重要意义的 需要把更多的一些真相和事实 传递给人们 中国有很多高级灵魂降生在这里 问,就是密度远远比国外要大得多是吗? 答,这是毋庸置疑的 问,这是一个兵家必争之地吗? 负面的也在抢夺这个地方 正面的也在加持扶持这个地方 答,所以很复杂 中国确实有很多积极的 正面的这些高级灵魂 在做着各种各样的事情 遇到的阻挠也是很大的 就像一场戏一样正在上演着 后继 在上一篇 潜意识关于黑人的一段话 埃德嘎凯西留下的资料里 也有过类似的描述 他曾为一万多人做过生命解读 但似乎无法为黑人做解读 有这样一份记录 问,为什么不可能对黑人进行解读? 答,单位力的振动 尚未达到足以在整个实体内部 向上发展的程度 在物质世界中表现出来的所有力量 都是向上进化的 就像在这个物质层面上 所知的黑人呈现的 还没有达到整体 或三维一体的阶段 精神和肉体都在那里 灵魂还没有进化 关于众神在地面上转世这件事 并不罕见 首先,在圣经的约翰福音书里面写道 你们是神 我们知道,地球是被创造的 那最初的人类来自哪里呢? 佛经里面有一部经叫《启示经》 记载最早的人类是从光阴天下来的 经文里这样描写 耳时,富有诸于众生 福寿静者,从光阴天 舍生命以,安于此生 生行端正,喜悦助辞 杰斯木英写的著作《众神的食物》里 有一句话反复出现 我们是生活在物质肉体里面的众神 所以,你本来是不需要固体食物的 你也可以恢复到自己作为神 不吃固体食物,以光为食的状态 埃德嘎凯西留下的灵魂解读里 也记录了不少圣经人物和历史上知名人士 在那个年代的转世 而凯西本人更是一个伟大的灵魂 他在地球上的第一个转世和耶稣一样 也是由童真女所生 并没有父亲 我随着催眠案例的不断累积 发现越来越多个案 曾经扮演过神话里的人物 比如仙女 天将 菩提界的童子 佛菩萨的分身和弟子 希腊神话里的人物 耶稣时代的人 也有很多是天使 美国的知名通灵者 朵琳夫人 就是常年和天使合作 来为个案做疗愈的 她写了很多本关于天使的书 其中 《光行者 人间天使工作手册》 这本书就是写给 在人间转世的天使们看的 那就说明 天使一族在地球上的转世 数量并不在少数 众神之所以转世在地球上 我们一直以来知道的理由是 在这个时间点 需要更多高频灵魂的到来 同时对人群进行帮助和引导 我后来也发现了 人类中也有相当的比例 是来自负面黑暗种族成员的转世 也就是说 在人类种族里面 光之力量和黑暗一方 都投入了大量的成员 或者称为兵力 中国这块战略高地 注定会承受更多的炮火 多方势力都投入了更多的成员 短兵相接在每一个层面 每一个地方展开 中国作为唯一有力量破除 旧的金融体系的国家 是被拣选 并一直被众生守护 这也是为什么三大文明古国 在几千年前都灭亡了 而中国作为传承远古文明的大国 一直延续下来的原因 而被守护表明 一定有重大的职责需要完成 财富能量管道 在地球上有两个代表 一个是以人民币为代表的中国 一个是以美元为代表的犹太金融系统 但是这两种货币 只是角足中很小的代表部分 重要的是人类的信仰系统 久远以来 犹太经济通过以美元为中心的金融制度 操控着美国政府 并辐射全世界 秉承的是弱肉强食的金融理念 中国推出的是共融经济 理念是以共享为基础 这是新旧两种金融理念之间的博弈 目前在经济贸易领域的对抗 牵涉的不仅仅只是两国经济利益的较量 而是未来世界的方向 金融是持续久远以来的负面操控 还是走向共享共融 更加自由的新变革 这是宇宙中更高层面相对流的两股力量 在地球上通过两个国家的形式 面对面的对决和碰撞 但即使在这两个阵营里 也有多股力量的彼此渗透 光之存有转世地球后 进入到社会的每个阶层 企业和团体 各个国家的政府机构 散发正面的震动频率去产生影响 来自黑暗负面的转世者 也紧紧跟随 他们在人群中的比例 不亚于光之存有 正利用各种渠道 在世界上激起更多的动荡和冲突 并尽可能地席卷到每一个人 以最大限度地激发人群的负能量 最终目的是让地球尽可能地保持灵性的黑暗 以达到阻止或者延缓地球提升的目的 有一次我问 他们和光之存有在力量上哪一方面更强呢 回答是光之存有的力量和能量更强 中国是地球维度变化的关键所在 也一直在做着准备工作 并打破了很多矩阵 比如解放女性 提高妇女的地位 就是解放了当时世界上五分之一的女性能量 为现在女神能量的回归做了铺垫 世界上大多数人的身体只有七成 但来自北斗七星和北极星的中国人远不止于此 多维度身体更为精巧的构造 是人们灵性觉醒的关键 华夏一族是宇宙更高一致 在地球上实现变革的载体 就像你选择了这个身体 作为实现今生灵魂计划的一个载具一样 中国也是被选中的载体 所以光之力量或者众神们在这里 不仅仅只是为了一家一国的荣辱得失 而是为了宇宙更高一致 在物质实相层面的创造 就像美国当代著名的占星师 珍利·杰克逊在晚年所预言的 拯救人类的希望在东方 西方和美国只代表事物的终端 保加利亚盲人预言家巴巴万加说 中国会成为超越美国的经济强国 而艾德嘎凯西在1940年代就预言 世界重心在向东方移动 中国大陆将占据重要位置 很快中国将醒来 并且宇宙太一原则将成为人类社会和生活的指引 拿破仑也说过 中国是一头碎尸 一旦醒来 世界将为之震动 而这一切的达成 都有赖于今天的共同努力 我相信潜意识有一段话 也是给转世在地面上的众神们说的 他说 我们寄予你们很深的期望 你们所做的一切 我们都在看着 都很感动 特别的感动 你们的来源很高 经历了历史上的分难阻扰 历经千辛万苦 然后又转世到了这里 请接受我们的祝福